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获得了法官的援助 你别介意用这个词 获得了法官的援助 蛮有趣的 因为这个说法的 获得法官的援助这个词呢 我刚才顺口说出来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检察官的身份 来告川普的检察官的本身 确实让人感觉到 这不是法律 这不是法律 这也不是美国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说获得法官的援助呢 是一种人性的援助 是一种生命跟人性的援助 有着一种天意背景之下 那说对于我们来讲 你我看我节目的朋友 我们打不起这官司 这太要钱了 对不对 没这么多钱 把肉卖了都没有这么多钱 所以我们在 但我们有机会 我们现在也有可能 去评价这件事情的本身 这是事实 我们可以现在去评价 去讨论 那这种评价讨论 在代表现实状况的 很真实的 就是非常真切 非常真实的这一面 那它代表了一个 比较背后的含义 在曼哈顿 在纽约这个官司呢 主要是禁言令 川普使用了所有的手段 就是他指派律师提出了 又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要求 不同的要求 律师在跟随这些要求 在质疑的过程中 就出现了完全另类的 我这么讲 很不一样的 很令人感触的 另类的这种场面 那这个场面 就应对了现在的状况 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背景状况 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说在坎农法官 这个坎农法官 所审理的机密答案的问题 他因为设计的档案太多了 那而这个检察官都没有把自己的档案给弄明白 他没办法准确的移交给辩护律师 他得看 对不对 三百万页的东西 那他看完谁记住我 我猜 前到后他也记不住我 所以那他就需要时间看 对不对 人家说不用走马看 这一类档案都是这样的 你不用跟我说 那我要对案子负责 我肯定要一页一页看 一个字一个字看清楚 哥们你要看一个三百万页的书 哇塞 你看三个月 谁看的完了 也没有这么大书 所以这就是成为故事 那川普的律师就提出来这个案子到 明年大选完之后再说吧 那大选完之后呢 so far现在都比较公认 说川普有可能会获胜 川普一获胜 现在特别检察官全都作废 所有的案子都作废 因为他是总统豁免权的问题 他故事就成这了 那而川普会反手 对整个司法部进行整肃 这是肯定 这是这个 现在的川普不是四年前 八年前的川普 那就成了这个场面 所以川普在今天呢 就得手了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 就是你将会看到 就是正的一面 比如说川普的一面 代表正的一面 他会被某种原因 因由所会顾 他的客观结果 度过了他最难的时间 那另外一面呢 就恶的一面呢 你会看到从客观结果上 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就玩状况不同 以色列 以色列战争 中共国发生的事情 里面 这中共国发生的事情 包括台湾 以及这个美国 你看到恶的 就是有这种变更的本身 但他的整个基础的基础 是向好的一面转向 好的一面转向 实际是一种 应该怎么称的 是一种救赎的成分 不是说正面压倒 应该给我感觉 是一种救赎的成分 那人们会多少 好人会觉得 稍微有一点喘息之机 这是给我感触的 那他的基础 是在时间的基础上 而不是其他的 这篇内容 法官暂时解除 法官解除了 川普在纽约的禁言令 所以禁言令 是跟当庭法官打起来 对吧 上个星期一 大家在法庭上 就跟法官骂上 骂上了 那个律师也跟着一块骂 那原因就是 川普说 你给我的禁言令 罚川普款了嘛 那么我上诉 我就告 我针对你禁言令 我今天告你法官 你法官有问题 你检察官有问题 就就闹 就是大闹公堂 人家说 透过大闹公堂 这个词保听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你说现在都叫正义的 你看到叫正义 对吧 那个这个 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这么会 他已经变了 完完全全变了 所以在这里面 这个内容是指 川普在遭到了禁言令之后 就提出了动议 然后向高级法官 高级法庭 提出了上诉跟动力 要求停掉 要求铲除掉 这件就是这个禁令 这个禁令违反了第一修 宪法第一修正案 我表达我的看法 这是言论自由 而川普是把法庭 当成了一个 当成了他竞选的平台 因为他没有办法 对吧 对方是用司法去攻击他 所以他就用他的 钱财为基础 把法庭变成了 这个竞选平台 那结果上诉 大法官就直接讲说 这个禁言令 涉及到个体的言论自由 涉及到一些 有关人权的相关法律 有点复杂 不是这个禁言令 这么一句禁言就完了 绝对有点复杂 所以就把禁言令 就给铲除了 就给啪啪就给停了 这一停呢 那就故事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说川普可以在法庭上 任意发表言论自由 框架下的所有言论 我不知道川普今天 因为这是刚刚出来的 并不知道川普今天 会有什么表述 我刚才查了一下 我没有看到 纽约上诉法院大法官 暂停了这个禁言令 那前总统明显违反禁言令 而遭到处两次罚款 而原因就是 他在真相社会上发帖子 直接攻击了书记员和法官 CNN的报道说 上诉法官大卫弗里德曼大法官 今天下达书面命令 考虑到有争议的宪法 跟法定权利 暂停临时暂停所获得批准 就是暂停禁言令 川普现在被允许 在逗留期间 自由发表任何言论 直到上诉成事 上诉成事 成事在这个法庭上完成 在上诉期间随便说话 so what 对不对 那就上诉期间 上诉法庭什么时候最终极啊 不知道 就是这个 川普律师本县早时的时候 要求监督审查反官 提供紧急救援 诉讼城市受到不可挽回的偏见 史无前列的这种司法标准程序的污染 禁言令是故意干扰律师为客户辩护的能力 没错 因为你这么去禁言的话 辩护律师怎么去辩护 他没有 他就很 他就没办法说了 对不对 川普嘲讽了诸申法官 那诸申法官呢 和他的法律助理 都遭到川普的直接的抨击 那个助理本身的跟川普呢 应该有一些更多的 过去就有一些更多的冲突 川普指责他有党派力 他是民主党人 那而坎东法官在今天同样拿出另外一条法令 认为呢 他驳回了特别检察官的申诉 就是快速审判 那坎东法官本来上个星期呢 说他很期待着在五月份 尊重五月份的审判的日期 但现在看呢 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坎东法官也望在川普这件事情上 再次推迟今天拿出来的新命令 拒绝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要求法官为川普团队设定最后期限 向检察官披露辩护方 打算在审判中使用的资讯的要求 特别检察官要求法官给川普律师 设定一个最后时间表 这个时间表要求他这个时间点完成 完成了 必须完成整个资讯的一个准备工作 川普的律师说我做不完 我没有时间东西太多 那结果就检察 这个检察官就向法官提出了要求 法官就驳回了他的要求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了 川普的律师根据他的可能 在没有时间限制的背景之下 去审阅有关资讯 根据分类资讯程式法第五条 所有截止日期都将定于在 3月1号举行的会议上确定 该法案要求辩护方向 司法部提供缩小的资讯清单 而司法部却拒绝评判 那如果最后期限到3月份才能定的话 所以审判不可能在5月20号开始 那川普团队已经将审判日期 以及其他另外三个审判日期 都推迟到选举日之后 那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检察官是个坏消息 因为他是所有的法案堆在一起了 一起告川普 那而法官说我们到3月29号再定 但有上百万页的资讯 两个月他怎么能读完 而现在呢 检察官并没有把所有的资讯凑齐 所以就那川普的律师就说 你不给我把资料凑齐 我也不看 我就不看 我们必须凑齐了我才看 法律就是这东西 那结果故事就弄成现在这样 那这样的话 所有人都明白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5月份开不了停 因为东西都没 连这个砍尖都没弄好 那出厅的领带还没买呢 来不及买 所以这就是推迟了 那里面讲了很多细节 细节我觉得没什么 因为它都是法律上推来推去 那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背景故事呢 就是在某种天意的背景之下 川普占有优势 就是这种优势呢 是与川普的坚持 永不放弃 是完全对等的 川普绝不放弃 永远以这样的方式再现 就成为今天的场面 所以这是一个绝对的好的消息 在整个时代的背景之下 是这个成本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